其中的條件是說要有什麼 真的 如果拉近你跟聽眾的距離 這個音魂感就是很重要的 在不同領域的需要 就像醫生一樣 醫生很嚴肅 或者老師也是一樣 老師有的音魂 但是沒有些人 太嚴肅的時候 我上課都害怕 但是輕鬆 學習的過程應該是輕鬆的 所以我覺得 很多行業都應該有一個音魂感 很適合用 居家旅遊必備 但是 你說男性 因為那麼多女性喜歡 如果是女性 那男性會不會 男性很少說 喜歡女性 有沒有這樣的 我就很少聽到這樣 通常是喜歡女性 普遍有 漂亮 有些學識 有一點傻氣 我說什麼都笑 少到伊人 明明好笑他都笑 沒有太多主動 有一點被動 因為男性喜歡主動 所以我覺得 主導 也是主導 也會覺得 如果是女性 跟她聊天時 她的幽默那麼強 我會有一點強暴感 因為我覺得 好像是 有一點攻勢 很難才嫁 我才嫁不到 進攻形態 對 她好像一直這樣 當我笑 我沒有理由一直在扮笑 因為真的好笑 但我變成被動 我覺得自己弱了 處於下風 對 輸了 我是這樣 男士去看 是這樣的 我這樣陌生 那怎麼辦 雖然我也保持距離 其實 MCO和你都保持距離 不過我經常聽到一句話 我記得的 就是五元祖 你知道很英俊 五元祖 那時候她不是結婚的 那大家就覺得 你這麼英俊 又懂得功夫 應該 不要太早結婚 不要被一個女生綁著 但是她問她 欣賞她太太什麼 她說她欣賞她的幽默感 就是說得怎樣 就是幽默感 當然漂亮的不需要說 因為她太太是模特兒 而且很有愛心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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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穴 跟著他們的 度假方式 他們在非洲建屋 建屋 或者建你自己 或者幫人來 所以 然後她說 因為幽默感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有些女生 經常會生氣 吃什麼 我喜歡吃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但是她說 有一個有幽默感的人 她很欣賞 即是容易相處 而且她說很難得 是 換言之 我覺得女士有幽默感 不錯 但不要太盡 適當的時間 可能會化解一些 所謂的 尷尬 尷尬 或者苦衷作樂 那種幽默 這個就很棒 覺得 太太 你都很能夠 覺得在生活中 有些少許困難 你都會這樣化解 那我都很安心 我知道我是怕你 忍受不住 有些處境 有些少要Ian 他就 碰碰碰碰 這樣等我 但他不是說他發覺 那我印象了 那我沒有這個負擔 沒有那麼重 那這件事我就可以 是吧 就是當太太 作為太太在家 對 在那個食堂的時間 但如果幾個人聊天 那女士一直在放那些 嘲彈 對 或者那些幽默感 我已經有強迫了 因為他第一款長一點 即是說他有一個 即是進退有時 對 經常都是這樣 我希望他幽默的時候 他就幽默 我希望他低調的時候 他就低調 很難啊 很難捉摸 很難捉摸 對 我怎知道你何時要我有默 對 所以這就是叫默契 對 所以接下來那兩個小小小 我都不出聲了 我打算 你就默了 就不憂 沒錯 就默然 就好像有屈原之山 其實幽默這個字 待會回來我們跟他聊 很有趣 在這裏畫 就是 到這裏畫面 其實是 有些人 有些人 不知 在這裏畫面 是 想要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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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畫面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最多的 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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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畫面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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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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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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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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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